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 我是星星地產的主席 夢想老套 夢想當然不老套 其實每個人都有一些不同的夢想 當初我們成立這個星星地產 其實都是一個夢想 因為我自己很希望可以 表達到一個對人認同的品牌 但大家都明白 競爭這麼劇烈的情況下 如何去到堅持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容易 就是每一個項目 由這個概念 或者一個命名 建築 銷售 甚至銷售之後 如何去到跟進 其實每一步我們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精神去到討論 你說今天辛苦不辛苦 非常辛苦 但你說痛不痛苦 一點都不痛苦 因為你很喜歡做一件事 你是沒有理由會覺得痛苦 星星地產非常支持夢者舞台 因為夢者舞台 是一個給一些對理想有堅持的人 一個平台 給他們說出他們的故事 而現在香港 有很多在這裡默默耕運 默默努力的人 如果能夠有一個平台 給他們說出他們的故事 給大家一起分享和欣賞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支持的 年輕人追尋夢想要抱什麼態度 我覺得首先就要有一個長期作戰的準備 因為其實每一個的成就 裡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如果你打算很快可以實現到你的夢想 我覺得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還有在過程裡面 你都一定會覺得很辛苦 這個就預料了 但是你是不應該會覺得痛苦的 另外也應該抱有一個樂觀的心態 因為在追尋夢想的過程裡面會很漫長 也會有很多很多的挫折 所以最重要是要享受每一段時間 也珍惜每一個機會 我是Joe 我覺得夢想就像星星一樣 當你在一個很黑的環境裡面 星星都依然會給你一些光線 給你一個方向 令你不會迷失 那你呢? ある程度 我們來到了 東後 東後 forward